我对他的评价就是我不得不用 我被微信绑架了 提起微信 李茂君表示 从2011年微信发布之初就一直在用 但对于这伴随自己近十年的软件 李茂君却充满了矛盾的心情 又爱又恨嘛 就是总体来说 爱呢 也不是说发自内心的爱 是我不得不爱 我家人都用这个来沟通 同学 朋友 但是恨呢 就是他都不自由 他的监控 他的口是心非 还有各种屏蔽 李茂君在中国曾经就职于搜狐网站 身在媒体行业 李茂君也多次遭到封号和禁言 对微信如何帮助中共进行言论审查 和制造假新闻深有体会 假新闻在微信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真的消息 就是我们在 包括同行的圈子 或者是推特上 我们也在聊过这个事情 如果说一个消息发出去 你的文章被删了 如果你的号被封了 那这个消息基本上就是真的了 李茂君表示 自疫情发生以来 微信推行健康码 让中国人没有微信就无法出行 变相绑架了所有人 而且其言论管控更是变本加厉 许多网民为了不被查封而创造出字母代替法 政府会用ZF代替 中国啊 中共会用ZG代替 一些我认为不会触及到敏感词的东西 它都会这么写 如果不这么写的话 它会发不出来 中共它就是想给大家赢到这种一种氛围 就是不光是别人去审查 你自己也要审查自己 李茂君认为 今年的疫情和黑人运动期间 微信上充斥大量假新闻 成了搅乱操控海外华人社区的工具 现在可以说微信就是中国的海外领地 8月6日 总统川普下令将在45天后禁止微信 对此作为资深微信用户的李茂君表示 虽然此举会解救某些被微信绑架的民众 但对于那些习惯了中共思想审查 和言论管控的人而言 依然难逃新墙的束缚 新唐人记者李子文李佳音 洛杉矶采访报道